台中最近才发生两起枪击案件 为了维护形象 警察局长姚元明 久后下午才召开破案 记者会宣誓台中是打击犯罪之都 各类刑案逐年减小 当中没有想到四小时之后 议员施智昌却亲眼目击 有六名扼下他们当街打人砸车 要求市长卢秀燕必须盗窃 警方在三小时内逮到六名嫌犯 但是面子依旧是挂不住 这辆黑色轴车才刚在路边停好车 突然出现了三台车 前中后包夹 一名黑衣男子冲上了副驾驶座 大声理论 还硬把车门打开 狠狠踢了车上的人 六名扼下死命砸车 另一侧驾驶也被拖下车殴打 驾驶被打到单膝跪地 手平民摸着头想保护自己 一群人在路边疯狂打人砸车 跟着搭车离开现场 警方赶到41岁的王姓乘客 因为大腿被割伤紧急送医 振兴驾驶留在现场 手上也满是血迹 事发地点就在台中中青路 和践行路口 黑色轿车被砸破了好几个大洞 挡风玻璃碎成了蜘蛛网站 可怕的街头砸车过程 还刚好被议员施志昌当场募集 您是不是不要叫妈妈市长 你叫省影市长好了啦 我们看不到你的态度 绿营议员联合召开记者会 痛批台中成为了犯罪之都 枪击砍人样样来 要求市长道歉 财政要提问治安问题 卢秀燕马上转头离开 没有回应 只是台中短短9天 接连发生两起枪击案 警察局长杨元明 才亲自宣布破案 公开宣示台中是打击犯罪之都 各类的刑案逐年减少 但4个小时后 却发生了街头砸车伤人案件 尽管警方火速在3小时内 逮捕6名 因为债务纠纷涉案的嫌犯 但是尴尬的时间点 让警方面子有点挂不住 继续张一志 徐凯迪 胡杰伦 方品文 台中报道